是跟大家说明大家关心的这个今天早上所召开的专家咨询会议 有针对这个居家照护确诊者的隔离七天的部分 进行能否缩短的一个讨论 那决议我们就是写在这个手板上 那经过这个专家小组的委员们的讨论之后呢 是同意建议我们指挥中心 可以将这个居家照护确诊者的隔离天数 缩短为五天 那五天之后呢 仍然要按照目前的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来进行 那到这个自行快塞阴性的时候可以提前解除 那如果自行快塞仍然阳性 或者说自行没有进行快塞的话呢 就要这个一直自主健康管理到距离解除隔离日七天 所以我们把它简称叫做五加N 这个N就是特别要说明 不是像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媒体可能简化变成叫做五加零 这个零并没有这个一定是零 这个N就是使自主健康管理的天数 最长可以到七天 最短的话 如果说这个解隔离当天就已经快塞阴性的话 那这个N可以是零 就是直接就解除自主健康管理 那这个五加N呢 专家们考量就是说目前疫情刚脱离这个高原期 那11月7号又有一些包括居家隔离 3加4 全部改成0加7等等的 直接松绑的新知会上路 所以是建议说呢 要晚于11月7号之后一段时间呢 再来实施这个五加N 以免说对疫情有这个过多的一些影响 那另外利用这段时间来调整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 例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资讯系统开立隔离的这些文件 等等的这些行政上的配套 以及跟其他部会可能有一些相关指引这部分 要请他们同步来修订等等 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 那这是我们今天专家会议的一个结论 跟大家做以上的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